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想要留住一个男人的心 首先要留住这个男人的胃 因此做出好吃的饭菜 成了女人们必须学习的东西 但是做食物一定要用心 这样才能做出理想中的饭菜 但我们今天的女主小悠 却对饭菜并没有太多的研究 可她却是一个顶级厨师 因为她做菜的标准 都是按照母亲留下的菜谱制作的 而她的妈妈是一个真正的厨艺大师 但也是一个单亲妈妈 她为了把小悠养大 她在餐厅后厨做了一名小厨师 可她每天都会做出很多的饭菜 虽然只有两个人吃 这天妈妈告诉小悠 她是因为受到家族的诅咒 才会没有爸爸 原来早在一百年前 她的祖母慕容菊 参丸用西星宽月大法 得到了一位名厨的厨艺 于是父亲就请高仁对自己的女儿 和她的后代下了诅咒 诅咒家族中的女儿们 代代都是厨师 并遭受男人的始乱终情 相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样的惩罚未免也太恨了 那毕竟也是她的亲生女儿 后来这个诅咒 真的降临在了她的后代身上 母亲单亲 小悠虽然在长大后 有了自己的男友传佑 可她们的感情却状况连连 第一次是因为涨水 第二次是因为失火 第三次竟然因为酒店出座 和其他的情侣定了同一个房间 第四次虽然是在自己家里 但却把床给压塌了 就这样 她们的感情也走到了尽头 因此小悠就更加相信 是自己家族受到了诅咒 而且这个诅咒还很灵验 于是她从此不再反抗了 过了很多年后 闺蜜带来的新男友 竟然就是传佑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闺蜜还请她作为自己的订婚宴厨师 真是让人提不起心情啊 晚上郁闷的小悠就喝醉了 喝醉的她抱着自己的助手 小可吐露心声 没想到小可对她一直都有好感 而且经常默默无闻地帮助她 但她却一直忘不掉传诱 小悠因为厨艺高超 日本厨艺大赛的电视节目 邀请她去比赛 虽然她对比赛没有太大的兴趣 但小可却想让她突破自己的厨艺 在小可的陪伴下 小悠也开始改变自己的做菜风格 小悠看着自己身边的姐妹们 都找到了自己的伴侣 她也想克服诅咒 获得处于自己的爱情 看着小可默默地为自己的付出 小悠就决定先和她出处看 可是在厨艺比赛的时候 小悠还是没有确定自己的风格 在小可的提醒下 她想起了妈妈 当初做了一桌子的菜 只是为了等爸爸回家 可在那次之后 爸爸就再也没有回来 这使得她明白 做菜就像恋爱一样 不管何时都要用心去经营 有了自己风格的小悠 赢得了这次比赛的冠军 而最后她也明白了 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什么诅咒 于是她向爱着自己的小可表白了 从此她们过上了 没羞没躁的幸福时候 是啊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需要用心的 用心做过 你就会觉得很满足 且不说这件事情成败于逢 只要你用死了 即使不成功 也可以从中总结经典 吸取教训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